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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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人走路不长眼睛啊 好 我的包子陪来了啦 怎么样 今天全世界都跟我有仇是不是 好 来啊 来啊 喂 肖天犬 我打电话来关心女儿就算了 现在连我的电话你也都不接了是不是 不是啊 你诚信要躲我是不是啊 我在哪里呢 这混蛋 你想赖啊 哎呦 安琪 我怎么 我怎么会不给呢 我怎么敢不给呢 你别想骗我了 钱要是不赶快给我汇金来的话 你给我试试看啊 喂 喂 讯号很不好 喂 喂 肖天群 喂 喂 肖天群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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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吧 你 虎若平洋被犬欺眼 人衰了 连狗都来欺负 好了 上班了 参饮企业 承承行政部经理 参饮 宾客接待 客户管理 这我的强项啊 酒店餐饮服务五年以上经验 熟悉外场服务项目 外语能力佳 这根本是为我量身打造的工作嘛 是不是 是不是 就是啊 天无绝人之路 我们初吻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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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跟 我做的 我自己做的 我自己做的 像自己做的 我自己做的 我们要去吧 我自己做的 我自己做的 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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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 机会 机会 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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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会 机会 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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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去碰 碰 碰 努力碰 碰 碰 真有意思 来 来应征的人多不多 难怪都没人来吧 这里就多虑了 应征的信件像雪片般飘来 是 那有没有优秀的 这里面资历最优秀 条件最符合我们期待的 就是我们老同学 他 他怎么会来 该不会是来闹场的吧 应该不会吧 他又不知道 餐厅被握的老板是你 而且这个履历表 写得蛮诚恳的 看来很想要这份工作 不是 之前我到一家饭店去求职 没想到他在里面当经理 被他嘲笑了一顿之后 还到我家大闹一场 我本来以为 我这辈子跟他不会再有关 没想到 没想到 你那么原生情重 是冤家路宅好不好 所以这个萧天泉 就谢谢再联络 来 等一下 你说他是所有应征者当中 条件最优秀的 没错 其实萧天泉的工作能力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只是做人 老同学了 你又不是不清楚的 你再考虑看看吧 萧天泉 别把妈吵醒了 让她睡 她来做什么 应征工作 不过她不知道老板是我 说得也是 那你会用她吗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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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不行 可是以餐厅的角度来考量的话 萧天泉的能力跟条件 是可以为我们餐厅加分的 可是她这个人有嘴滑舌 是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的 她这方面的能力 用在公关上面就非常出色 她未达成目的可以放下身段 能屈能伸 这点我就很佩服她 可是她心眼多爱算计 做事常不按照规矩来 那是她脑筋灵活懂得变通 鬼点子又多 是行销企划的人才 可是她常说 是不是 是不是 开玩笑的 就令人讨厌 听久了就习惯了 这开玩笑没什么不好 让大家轻松一点 对吧 原来萧天泉她那么好 那当初我嫁的应该是她 嘉丽 我在帮她说话 其实也是在说服我自己 我对她并不是没有疑虑 我也担心她不受我指挥 那就不要 心欢路就快 妈 人哪 心要开朗一些 世界就宽广些 萧天泉不是个坏人 她有她的专长 你要知人善用 这是你要学习的地方 至于带领好不好自己的员工 那就要看你的本事了 你该不会对自己没有信心吧 我看不是哦 妈 谢谢 谢谢 进去 吴承信 吴承信 老同学啊 老同学了 好久不见了 在这边能看到你真是 真是惊讶 真是太让人开心了 老同学了嘛 老同学了嘛 对不起 该称呼您称吴总 老同学不要那么客气 老同学啊 当年在念书的时候我就知道 将来班上最有出席的人 就是你 真的你做事又认真 责善又固执 做人又讲义气 脑子好 眼光远 真是班上不可多得的人才啊 你确定你在说的是我吗 当然是啊 你知道我肖天权这个人 讲话一向是最实在的 而且我还知道你一点 你一向是最照顾朋友 最照顾老同学的 好 坐 谢谢 谢谢 我比较好奇的是 你的条件这么好 怎么还需要找工作呢 以前我们班上有个同学叫 金牌你记不记得 金牌 这真不是个东西啊 我告诉你 我 我本来在一个大饭店里面 当总经理 当得好好的 后来有一次应征一个行政主厨 金牌跑来了 心仇旧恨涌上心头 你认为我会用他吗 当然是不可能嘛 结果金牌前脚刚走 董事长后脚就进来了 还指明要我找他 你说这 这是不是起疑了你呢 然后呢 我 我告诉你 我这个人最懂得便通了 我成医到了 我亲自到金牌他们家 登门拜伍 结果金牌还是不干 总经理就在这件事情上 把我记了一笔 后来最近又找了一些事 就把我开除了 你说 你说金牌它 它这个是不是 它不是个东西吗 都是老同学了 就不要计较了 不要放开心里 免得日子不好过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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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我就是说金牌它 它 它 它这个东西 我就是开玩笑嘛 你也不要往心上记 好 好 那我们谈正事吧 是 是 吴总请说 坐 坐 谢谢吴总 你来之前啊 我已经跟董事长商量过了 你的资历是最符合 我们的条件的一位 老同学 你你绝对了解我的嘛 我这个人就是这个嘴巴贱 然后寄点小愁 说实在其实我爱开玩笑 对不对 但是我这个人做事的时候 是很认真很有能力的 你担任这个职务啊 绝对没有问题的 你的意思是 所以 所以我 我录取了 老同学 多谢你的关照 你的恩情必当回报 也不是我决定的 有关细节的部分 还是要请董事长给你见个面 应该的 这绝对是应该的 层层负责嘛 吴总 坐 谢谢 谢谢 谢谢吴总 谢谢 太好了 我的天啊 我太幸运了 我现在是经理 他是吴总 所以以我的社会经验 我只要稍微施加一点技巧 他就会被我 不行不行不行 他是吴承信 他不是金牌 他跟我没有仇 所以所以我不能对他 不可以 那没关系 经理就经理 人 只要好好做事 只要努力 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到 从经理好好干起 谁 谁 俗话说 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 有同学 有老同学 真好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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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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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